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怎么说呢?第一个 你怎么猜?你要记得喔!你怎么猜?就是怎么再把它缝回去?就是这么简单!你怎么猜?就照猜的线!你猜了对不对?你猜的时候要稍微看一下注意一下!要稍微头脑稍微记一下!说我从哪里开始猜?每个步骤你只要把它记得!然后呢?你再把它复原! 我就再把它复原!对不对?那今天呢?我就是教一个西裤的缝制法!就是说其实我的材料都准备好了!即使你会做衣服做裤子你想把它加了一个拉链你也可以学着做!其实都是一样的!其实都是一样的!那一般西裤的拉链来讲的话!其实一般中腰可能就是8英寸拉链!就是20公分嘛!那缝份的话你就加个3公分就可以了! 那它的贴边布就是有两个!第一个就是单片的!单片的!就是3公分的宽!3公分的宽!那这里的话一样对折!折双!折双!一样是3公分的宽!可是这里的话要侧边!这里弧度的地方要先拷边!那我们缝论机其实!缝论机!如果说你缝论机不会操作的话!请关注我的视频!如何使用你的缝论机里面有个步边的功能!你要怎么去按! 怎么去操作呢!你可以看着我的视频去搜索!那现在呢!我就是!先把这里弧度的地方好!我先考课!先做考边的动作!那我考边一样!我就按着我的步边的图案就可以走了!所以现在机器都非常的方便!都非常的方便!考边! 虽然我这考边没有办法切布!跟工业的考边不一样!但是还是有它的效果在!OK!剪线!好!那再来这一个折双的!3公分!那下面的部分!1公分!我要先把它给撤好!再来做考边!所以我必须先正对正!正对正!把下面的部分!先收尾!那这我就要按直线! 这边了!好!回针!好!回针!反过来这里!把这个角!调好!OK!好了以后!我的边!就是只有这个地方!只有这个地方!我们做步边!那步边的话!我就会按步边的花样!这里! 我的密度!我的密度的话!你可以以你的步调去做调整!你可以1.5!或者是2公分!都可以!做考边! 考边好了以后!我们拉链是不是我们缝内机有压角!我们就换了我们考边的!就是拉链!压角!我现在换了拉链的压角!好!拉的压角!这里!它有两个边!对不对!两个! 你可以看你要撑哪一边!左右边!两个边!OK!这里!我密度一样!直线!2.8!好!第一个!拉链是不是在这里!这边!我们可以跟它骑!这里!骑!这里!先车!你可以一遍!沿着拉链!好!来这里!这边!看一下!这边是不是折双的!放好! 好!OK!我的拉链跟我的边是起的!是起的!好!拉起了以后!这里!我的裤子放上来!你可以一起擦!一起擦!这里!起! 好!你可以一起执行!或者是分两次!都可以!这里! 好!你可以一起执行!或者是分两次!都可以!这里! 这里!好!靠着边!好!这样靠着边插!好!这样靠着边插! 好!停止!好!我们放上去!好!那是不是有另外一半!这一块!那这一块的话就是我的贴边!对不对!单线! 好!停止!好!我们放上去!好!那是不是有另外一半!这一块!那这一块的话就是我的贴边!对不对!单线! 我先把它转向直线!我先把它给车起来!车到我的拉链位置!车好了以后!我们再压装饰线!这里! 好!我们要把它弄平! 车到我们的直点! 车到我们的直点! 车好了以后!我们先压装饰线! 好!装饰线!把缝份压到边!这里!先压一个装饰线! 这里! 它其实有的西库的拉链!它没有做的这么复杂!这个是属于比较细致的!比较细致的!好!是不是好了!翻过来! 把它弄平!对不对!拉平!这里! 好!弄平!对不对!我们拉链!这里!好! 拉好了以后!你把它翻过来!对不对!翻过来!这一块! 这一块!就跟我们的这个线接!就是这里!这一块!刚才完成了这个贴边! 我们再恢复一次!我们再返回来!再看一次!是不是整个完成是这样子吗? 这样子好了以后!把这个裤子翻上来!翻上来了以后!这是刚才的贴边!就车在这里!这一块! 哦!我们的拉链上面!那车的时候!这个挡布!下面的这个挡布!是不是会车到!对不对!你可以把它移走!把它翻走!有没有这样!好!挪开!好! 好!然后这个拉链的压角可能就要换方向了!我是不是说过只有两边吗?好!你要车哪一边就换哪一边?这里!是的!对!好!OK!我现在车这一边!放进来! 把下面的挡布挡开!把下面的挡布挡开!然后就对切这样子车!好!到了我们就收尾! 我们现在就车表面固定了!我们上面都是不是会有一个装饰线!我们裤子会有个装饰线!你都会看到一个这个!装饰线是不是这里!这个的话你就可以!看你要画线也可以!不画线也可以!这里!我们就直接车! 拿车!拿车!拿车的时候把这个一样挡布挡开!这里!挡布挡开!表面! 这个拉链中间线不能跑掉!不能跑掉!要对齐!好! 下面的挡布挡开! 下面的挡布不能扯到! 是不是它会有一个弧度!对不对!这个弧度的话你就可以自己转弯了!这个弧度你就可以把它复原下面的挡布!恢复! 我们尾端要测到跟它相接!尾端!好!这里!转过来!你可以慢慢转!弧度!跟着弧度走!好!到了这边!我们是不是再压!往回压!这里!再回来! 打开!好!到这里!再来回针! 车的时候注意看会不会车到铁!这个地方!要注意一下你的铁的部分!所以你可以上面一点!就不会有这个问题!好! 这里打开!好! 这里打开!有没有!我们拉链! 西裤的拉链!就这么完成了! 好!是不是很简单呢? 所以呢!现在在你的西裤如果说坏掉了!想要修改的话!你可以看着我们的视频!然后学着做! 然后你的裤子就变好了!就会有一种成就感!希望今天的视频你会喜欢!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视频!订阅!按赞!并分享!谢谢! 谢谢! 我们下期再见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